大家好,歡迎收看 3C Video News,我是Ken 在上一個影片呢,我跟各位介紹了三星的 Gear S3智慧型手錶 而那個時候呢,我是說 它並沒有支援iPhone 只有支援Android手機 不過它後來變得 有支援了 所以今天主要是想跟各位分享說 是用哪一個App連結的 而用iPhone連結的時候 跟用Android手機連結的時候 它最大的差異是在哪裡呢 請看 其實用iPhone連結的時候 跟用Android手機連結有一點類似 你只要去App Store下載這個叫 Samsung Gear S的App 然後跟著它的步驟配對就可以了 那麼進去App之後呢 其實它跟Android版本呢有一點類似 也是一邊是資訊一邊是設定這樣 那我覺得第一個最大的不同點就是 iOS版呢在電池那邊並不會秀說它預計的剩餘使用量 再來它的剩餘電量也更新的有點慢 不會你開啟App馬上就更新 在設定那邊呢則是大同小異 而Android版和iOS版呢都可以傳送音樂和照片 到你的Gear S3手錶上 不同的是Android版是直接從手機傳到手錶上 而iOS版要傳音樂的話 要用電腦的瀏覽器來傳送才可以 再來iOS版你不用另外下載 三星的S-Health App 在這個Gear S App裡面就有包含了S-Health 那麼用你三星帳號登入S-Health之後 你可以看到它可以追蹤你 很多的運動及活動等等 不過很奇怪的就是Android版它可以增加許多管理項目 當然iOS版並不行 再來iOS版呢它也可以下載 Gear S3的一些App 不過這App的選擇又比Android版更少了 本來Android版還有 有名的Uber和Spotify這些第三方的App 在iOS版是沒有 也沒有那些付費的App 不過表面還是蠻多的 這點倒是不用擔心 講到App 手錶上面的App也變少了 像訊息 電子郵件 還有尋找我的手機 這三個App就消失不見了 再來就是不知道為什麼iOS版的 你要下載Gear S3的App 或者更新的話 是有點慢 如果操作方式和Widget等等都沒有變 而通知的地方的確也是可以顯現你手機裡面所有的通知 基本上如果你搭配的手機是iPhone的話 你只能對那些通知做消除或封鎖的動作 你不能做其他回復或等等的動作 其實這是蘋果系統比較封閉的關係 就像你用Android為了搭配iPhone的時候也是類似的情形 再來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發生在我身上啊 但是當我用iPhone搭配使用的時候 它偶爾會莫名其妙的斷線 就是說手錶跟手機之間的連線是斷掉的 通常都是在我iPhone也有用藍牙連別的東西的時候 比較容易發生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只是跟各位說一下 我有遇到這個狀況 還有一點就是說搭配Android手機使用的時候 只要手機和手錶都有連上網路 就會互相連接 不過搭配iPhone的時候就一定要用藍牙連線才可以 再來最後一點我要說的呢就是 它續航力還是一樣的好喔 搭配iPhone使用的時候還是可以三天再充一次 So差不多是這樣 只是跟各位稍微更新一下說 iPhone使用者有多了這個 Gears 3的選擇 因為畢竟不是每個智慧型手錶 續航力都有三天喔 所以如果你注重續航力的話 就算你拿iPhone 我想這個Gears 3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不過如果你是中功能的話 當然Apple Watch搭配iPhone還是功能比較多的 這可能就要看你的取舍了 那麼今天就這邊 感謝各位的收看 如果你覺得我的影片還不錯的話 喜歡我按個讚 或者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 下個影片見